太多了 不,不,不,不 好,好,好 只为藝衣服 这就是喀什特别的那种优雅的女性 女性带 身在新疆,埃德莱斯和小花帽对我而言 因为太过熟悉,反而没有好好装扮过 而麦乌兰的作品唤起了我对家乡文化的好奇 我叫麦乌兰,来自新疆喀什 十一名服装设计师 我喜欢摄影,喜欢收集老照片,老电影 和一切关于民俗设计的资料 西方莱克小白来中国十年 她对这个一国他乡的认知 超越了大部分她的同乡人 尤其是对时尚变迁背后的社会推力充满兴趣 带着我们各自的期待 我和小白走进了麦乌兰的店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在一个里面的乌兰设计师 的乌兰设计师 你吗? 麦乌兰 他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设计师 他也带着衣服 和人们的经历 去帮他们拍摄的照片 在古代的城市或许多 中间有非卖品 哦,有非卖品哦 哪一些是非卖的呢? 你看上的应该都是这样 这个吗? 嗯 对,我爱这个 我都不知道 民族服装 有好多表达 哦,他说服装其实是一种符号 Symbol 背后有很多社会文化 政治的因素 对,对于你做的这些维吾尔族 它背后是受到那些什么样的因素和影响? 没法做的话 就是 就是 它也是很多元的 你知道就是服装是一个特别直观的东西 就最早的颜色可能是这种比较偏暗 偏淡一些 一直以来大家的生活就像黑白电影一样比较暗色系 然后后面一下子遇到那个工业革命的产物 这些工业染、化学染之后 大家都向往那种亮的东西 马上就拿这种蓝料去做传统的这种布料、这种制品 我也听说帽子就是表达不同的地位 对对对 对 也有不同的 有有有 然后帽子的话就是 上面这些帽子都是维吾尔族的帽子 然后这上面是金丝绣 这是可能以前就是直接把金子 把金子弄成这种丝线 然后就这种缠过来这种绣 这种刺绣 这种工艺以前就是广泛使用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用品上面 但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就只留在这个帽子上面 所以我收这么多帽子 一个是你自己喜欢收藏 第二个就是想把他们这些工艺 把他们这些绣发 就是之后再继续使用在我们的服装设计上面 这个普通的游客你心疼吗 对他们拍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们价高嘛 别人的话可能价格很低 之前就我们一家就是没有竞争 就是我们就也不知道对比 就是一直是发展一下 慢 然后他们入住进来之后 也想到各种办法去把这个事做得更好 平日里麦乌兰还非常热衷于复原老物件 我们到访不久 他的艺术馆也对外开放了 他把自己的宝贝们放在艺术馆定期展出 或者去其他城市做一些展览 让他骄傲的是通过团队多年的努力 人们开始意识到新疆不只有小花帽 还有很多各民族团结融合的时尚印记 我们不能一直被外界或是被一些人 定义为什么人 然后我们就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让他们看到 我们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们更能劝择这个事 Allow me to add a disclaimer This for me is about the politics of China fashion which covers all of China's 56 minorities including the Uyghur population Fashion inspired by local culture references can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a wardrobe as a dynamic part of contemporary life can represent and maintain local traditions 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而走进民族服装设计行业 麦乌兰抓住了因为家乡文化繁荣 为自己带来的机遇 大学毕业返乡创业 从怀疑到自信 当她在行业中刚刚展露头角 就已经开始回馈家乡 成为当地民族传统服饰的传承人 我相信麦乌兰不是孤单的 就是入乡随俗 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就要融入 启动创业